好,我们要评断一个萤幕挂灯 它值不值得买呢? 第一个,我们要看它在眼睛直视的时候 会不会让我觉得刺眼 同时,我会拿我家里那一组 BenQ的萤幕挂灯来做一下对比 Hello大家好,我是Vimba 今天我们来开箱这组小米的萤幕挂灯 这个东西其实在中国已经开卖一段时间 台湾在这两天准备要上市 它的售价是995元 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同类型产品里面最便宜的 那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我们马上来开箱 OK,Let's go 好,我们马上来开箱这一组你家萤幕挂灯 在包装上面啊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显示它的使用的情境 就是把这个灯直接挂在萤幕上面 不管是平面的萤幕 或者是曲面的萤幕都可以通用 直接挂上去 然后它可以感应环境的灯源 它可以远端操控 然后它可以调角度 全新未拆啊 我们就直接来把它打开看一下 下面都有写它的各种使用情境 那其实我自己家里本来就有用这个萤幕挂灯 它的配件就是这样 一个灯的主体 一个萤幕挂架 远端操控的这个遥控器 然后使用说明书都把它拿出来 好,充电线 采用USB-C跟USB Type-A的供电线 然后萤幕挂灯拿出来 这个本体蛮轻的 它的配件就是在这边 这是它的远端遥控器 remote control 这边这个是可以转的 然后背面 这个是挂灯架 哦,有点重量 蛮沉的 这边有金属接点是跟这个挂灯 是这样子 可以吸附 然后可以去调整角度 你看到它这边 这个金属接点 两边有磁铁 中间透过这个金属接点 去吸附 提供电力 然后去调整角度 这个边 这个应该是千块 把灯这样直接挂上去夹住 所以它可以适用在各种萤幕上面 那它这条USB线是USB的扁线 然后长度大概是1米长 好,一边接上这个电脑之后 然后另外一边接上这个挂灯 插上去 哦,它就直接亮了 好,你可以看到它是透过后面这个配重块 直接打开来 靠夹的方式 把它夹在萤幕的后端 那萤幕的厚度啊 基本上2公分以内 都可以夹得住 然后这个角度 可以调整 那再来是这个远端遥控器 它这个是需要装电池 它小米原本没有附电池 这个电池要自己买 现在我们把这个小米的萤幕挂灯 把它装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把灯关掉 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它实际亮的范围在哪里 好,我们先关灯 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亮的范围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我桌面的键盘 跟手的范围 那它可以把它 萤幕的地方照亮 然后同时 萤幕的范围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整个工作的环境啊,区域会比较清晰 像我们有时候会半夜工作 那你不想吵到家人 然后你又想自己的工作环境舒服一点 让自己的工作环境眼睛比较舒适 那这个遥控器啊,它的操作方式啊 就决定了这个萤幕挂灯的功能 开跟关就是按一下 就可以让它开跟关 按着 往左 它的光会变暖 往右 光会变冷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转到最右 它就有点偏日光灯 比较偏冷的感觉 那往中间转 就有点白光 大概是4500到5000K左右 过来一点 那冬天啊 或者是你在念书的时候 看这种比较偏黄的光纤 会比较舒服 会越来越晃 越来越晃 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子坐着的时候 我的眼睛 并不会直视到这个萤幕 直接发射的这个范围 桌面亮的地方 也刚刚好是整个桌面的范围 我的脚 这边其实是没有亮到的 在这个地方 整个桌面是有被打亮 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整个桌面看起来是很OK 我有亮到 可是我的环境周围 其实并没有跟着打亮 所以我晚上 可能我老婆在旁边睡觉 我在那边工作 其实我不太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好 我们要评断一个萤幕挂灯 它值不值得买呢 第一个 我们要看它在眼睛直视的时候 会不会让我觉得刺眼 同时 我会拿我家里那一组 BenQ的萤幕挂灯 来做一下对比 那我用分割的画面 让大家一次看清楚 两个的差异 好 实际上我们使用电脑 大部分都会有三个情境 比如说站着 然后再来是坐着 然后再来是你可能急的时候 你可能跪着 可是我刚才实际测试的时候 我发现我大概滴到这个角度 这个高度 眼睛的平视范围 大概到它的四分之一的范围 我才会看到挂灯的这个LED灯的光线 基本上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不会刺眼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设施 LED灯通常会因为电压 跟LED本身的制程的关系 造成平闪 那接下来我们用慢动作 超慢动作来拍这个荧幕的画面 看一下这个灯 会不会因为慢动作的呈现造成闪烁 好 我们刚刚替大家评测的这个小米荧幕挂灯 那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我们刚刚从三个面向来替大家做分析 那它的价格啊 其实只要995元 小米的产品大部分都会只有两种评价 一个是好用CP值超高 另外一个是够用CP值还是很高 那这一次的产品啊 我觉得属于够用 那刚刚从评测的部分来看喔 BenQ的灯无疑是目前最好的 我们刚刚在第二个评测 你可以发现它在聚光度的范围里面 它把光线锁定的很好 也就是说照射的时候啊 你的眼睛比较不会看到漏光的现象 可是小米的灯啊 它会看到一点点的漏光 它对眼睛可能会比较没有感觉 可是时间久了 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光漏到你的眼睛 那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摄影师刚刚在使用的感觉你觉得嘞 如果光线我喜欢小米 但是聚集度来讲 BenQ的好像确实是比较厉害 对我们刚刚肉眼在看啊 其实肉眼看没有感觉 真的是把两个灯实际的比较起来之后 就会发现好像还是有差 而实际上单独个别在用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差异不大 那最后考量到价格喔 这支灯我的是触控版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无线的遥控 这支灯它是在PC用售价是2990 然后如果有无线触控版的是3650吧 小米的灯是1000元有找 只卖995元 那要买哪一个呢 我觉得就看你的荷包 你的钱包够不够力 如果是我在推荐的话 我觉得你如果现在预算有限 那你又需要一个荧幕挂灯 我会觉得先求有再求好 先把小米的带回家 只要995元 先把眼睛的问题先解决了 之后如果你觉得不够了 不够用了你要再升级的话 那BenQ或许有出新款 你再买它的新款就可以 目前为止 BenQ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出很久 我目前已经用了大概3-5年了 但是它还是目前市场上最强 既然最强 它就有资格订的比较贵 今天的小米荧幕挂灯的评测 就到这边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点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